纽约市警局表示 12月16号周一晚上11点20分左右 一名16岁西宇义女生卡罗尔桑切斯 与她36岁的母亲走在布朗市区 Eagle大道和东156街路口附近 突然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绑架 从警方公布的现场录像中可以看到 一辆停在路边的米瑟四门轿车中 突然窜出两名男子 抓住16岁女孩拖拽进车内 并将她身边受到惊吓的母亲推倒在地 之后两名劫匪和轿车内的另外两人 劫持着受害人向东驾车逃走 四名嫌疑人的特征为深色皮肤 身穿黑衣 年龄在20多岁的男性 当局在周二上午向纽约市民的手机 发送了安博警报 纽约市警40分局周二下午在推特上宣布 桑切斯已经在布朗市被找到 目前他很安全 也没有受伤 不过警方并没有透露任何其他信息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新售 纽约报道